大家好 我是Stella 李慧芬 今日的投资心得会和大家讲一下这个趋势 趋势是什么来的 就是将股价波动的高位连接成为一条直线 就会形成这个下降趋势线 而将股价波动的低点连接一条直线 就会形成一条上升趋势线 根据波动的时间 可以分为长期趋势线和中期趋势线 趋势线表明当股价向固定方向移动时 就会很大机会时向着这条线继续移动 当上升趋势线跌穿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出货的讯号 在没有跌破之前 上升趋势线会每一次回落 都是一个支持位 而当下降趋势线突破之后 就是一个入货的讯号 但同样地 在未升破趋势线的时候 下降趋势线亦是每一次回升的阻力位 当价格随着固定的趋势 移动得时间越久 这条趋势线越可靠 不就是支持位和阻力位时 就会更加实正 在长期趋势线时 每一个变动都会是 之前改变的成交量时 会更加高 见到非常多的成交量出现时 可能是中期准备改变方向的一个讯号 紧随而来 就会将事实实逆转了 在中期的变动中 短期的波动结尾声时 大部份都会出现极高的成交量 而顶点亦比底部出现的情况更加厉害 但在恐慌性的抛售中的底部 反而出现性的成交量会更多 因为在顶点和股市很沸腾时 很多省户都会盲目抢进 大户乘机会派货 所以会出现一个高成交的情况 同样地出现一个恐慌性的抛售时 很多省户亦会出现信心动摇 在低位时不理价就这样沽货 所以亦会出现成交量大增的情况 所以大户在低位时看到成交多时 亦会入市买货 每条上升的趋势 需要两个明显的底部才能确认 而每条下跌的趋势 亦需要两个顶部 趋势水平所形成的角度 越图翘的话容易被另一个短线的横向形成突破 所以越具一个技术性的情况 就会有意义 股价的上升或下跌 在各种趋势的末期 亦有加速上升或加速下跌的现象 会出现一个逆转的情况 大多时都会远离趋势 我们在图上看到一条上升趋势的轨道上 突然突破之后 当它后收回 亦会成为支撑位 同样地看到另一幅图 亦会看到突破之后 会形成一条颈线 会成为支撑位逐步向上 第三幅图也看到 当上升趋势 没有跌穿的时候 每一层都会倚靠着趋势 它会逐步向上 第四幅图也显示了 如果趋势突破之后 它会重新再形成另一个趋势 新的趋势也会形成支持和阻力位 而第五幅图也看到 当趋势还未突破之前 我们的做法 就要估计它可能会逆转 我们唯有可能会做一个反仓 但一定要设置一个止撑位 最后我们看几幅图 看到恒生指数 长期向上升上去的趋势 但在中段时 亦会看到一个横行趋势 长线是向上的 但中期不排除 会有向下的情况 而汇丰控股的月线图 亦看到长线反复偏远 但在短线 不排除上升的动力 谢谢大家收看本集的内容 如果大家对我的分析有兴趣的话 就在庙头搜索李慧芬Stell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